中国GDP创下新纪录 美国数据也被公之于众 却让人大跌眼镜 去年对于全球各国来说都是非常艰难的一年 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不过让我们兴奋的是 即便是在这样相对特殊的一年里 我国的经济仍然保持上涨的趋势 虽然连中国的GDP都创下了新纪录 可与此同时 有关美国数据也被公之于众 却让人大跌眼镜 据环球网报道 根据美国政府所公开的数据显示 该国全年的GDP萎缩了3.5% 这是自2009年以来 美国的GDP首次出现了下跌的情况 也是自1946年以来 美国GDP出现的最大跌幅 其实有很多人之前就已经预测美国的经济状况 毕竟美国一直都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而且除此之外 还面临着很多其他的挑战 在这样的情况下 美国的经济如果不降反增 才是一件比较奇怪的事情 令美国民众更为绝望的是 根据专家的分析 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证明 美国的经济 可以在2021年的第一季度 快速地回复 这是美国第四季度的经济状况 和之前相比稍有好转 按照年利率来计算的话 GDP增长了4% 个人消费支出 按年利率计算增长为2.5% 但居民可以支配的收入 按年利率计算下降了9.5% 储蓄率达到了13.4% 中国是一个非常热衷于储蓄的国家 但美国与中国的情况 恰恰是相反的 可是如今美国民众的储蓄率 达到了13.4% 这也就证明 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 对于国家经济发展不看好 当然 虽然在过去的一年里 美国的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崩塌 可是该国仍然有几个行业 出现了成上升的趋势 比如说制造业 GDP终究是从2019年的11.6% 增加到了11.9% 房地产业的发展也是相当不错 只不过几个产业的上升趋势 并没有办法挽回美国经济的总体崩溃 2010年下半年的时候 美国的贫困人口增加了2.4% 也就是810万人 贫困人口占总数人口的11.8% 至于美国各大企业的财报数据 也都是不尽人意 美国现阶段的经济状况的确是不尽人意 而且该国的国债甚至都已经超过了年GDP 这也是让美国经济崩盘的风险进一步的加大 当然作为世界第一大国 美国的抗风险能力还是很强的 尤其是考虑到美元的霸权地位 美国可以把很大一部分的经济风险 转嫁给其他的国家 可这也进一步的证明 美国内部的经济状况究竟有多么糟糕 毕竟在美国把风险转嫁给其他的国家以后 这个国家的GDP仍然呈下降的趋势 而且是近几十年来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 这就意味着即便是美国的经济能够逐步的得到恢复 但是恢复期也一定会非常的漫长